117 太陽報 華府賣山寨名牌發達被起訴 卻上庭 2015年7月13日國際A21 本報信 移居美國加州的中國婦人徐庭 因逆 於08年起 多次租路易威登 Lewis Vuitton 等八大名牌巡民士起訴 販賣無牌貨 並拖欠鄉納爾 約5400萬港元賠償 傳媒日前揭發 徐庭憑賣無牌貨竟賺至少700萬港元 去年更獲法陸卡城永久居民 報道稱 美國政府對盜版侵權行為通常以民事程序處理 甚少作刑事檢控 不少人成功走法律 45歲的徐庭與丈夫徐力軍 因逆 過去數年在網上出售大量A貨名牌手袋致富 居於值約470萬港元的豪宅 他被多家品牌入品後 網站被立令關閉 但他一直拒絕上庭 更被揭把數百萬港元存款轉帳到中國的戶口 知識產權律師認為 只有判監才能阻嚇不法盜版商人 加上中國的銀行他透露徐庭的戶口詳情 難以追查無牌貨來源 不 vid�髮協製反映 不可見 不可見 有 spinner 也會有 不可見 不值ückt 不值其人 不可見